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我的浪迪特在那里 今天有几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内地朋友很多不了解 我在这个地方是 西藏纳曲 地区的 深渣县 这里距离日科者更近 距离纳曲更远 距离森林处的话只有100来公里 从这条路直接过去 过了熊眉镇就是森林处 我下面是一片四地 县城下面 这里海拔是4600 4700的样子 条件非常艰苦的 但是高原上有一个好处 太阳出来,紫外线非常强 它比起北方 肯定要暖和一些 唯一的就是干燥,空气干燥 这种干冷 还有一个高反 当然我在这里的话 不太劳累的话就没有高反 因为前几天 劳累过度的话还是有点高反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 这个是逃避不了的 在这里跟大家拍一下这些 事故车行吧 这是一台雪佛来 雪佛来的哪一款我还不认识啊 这种也是一个单边事故车 看到没有 直接是在侧面 包括挡风波流 包括顶子也塌了 这台车修下来的架子也不大了 在这边 也就是拖着拉萨去修 也划不来 有可能会走报废程序 因为这边的车 很多他们自己的私车 没有买这种车损险 特别是一些老 老车 所以说自己掏钱修的话 很多车就划不来了 看这里有一个吉利车 吉利车也是前面转的 可能这个车应该是会修的 这个车的话大梁头只撞弯了 来 防重量肯定是窥缩进去了 这个是大梁头 这边已经往这边倒了 来 大梁头只拆下来了 然后这边跟大梁是弯了的 检针包已经弯了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的最明显 检针器已经抵着这个内拱了 大梁头只已经 从这个位置折弯出来了 然后这个位置已经装不上了 发动机是这个位置 那机脚上在这个大梁上面的 这个车的话就是前头 好 发动机变速源已经往里面走了 前面装进去了 这个车的话也是应该是会修整材料吧 在这边拖着拉扫去的话太不现实了 然后一个一个的看一下 这边为什么这么多单边事故了 因为在高原上开车的话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走神疲劳驾驶 高原上容易疲倦 才会出现这么多单边事故 几乎都是单边事故 很少 双边事故当然也有 但是特别少 像这一辆哈佛 做争章 这个单边事故也有点吓人 右前轮钢圈已经废了 然后左边整体的就坏了的 然后前杠就已经是废了的 基盖 叶子板大灯 这边一个钢圈轮胎 一个倒车径 前掌玻璃 包括这个A柱 天仓好像没有烂 但是 这个边框 已经全部变形了 它是 也是个单边事故 滑在沟里面撤翻 倒在沟里面去了 看一下这个后撤 对不对 这个修下来代价还是有点大 那这个好像没有人伤 我听老板说的 他拖回来的 那顶子上全部搞花了 啊 单边事故啊 我真的看着有点头痛啊 单边事故 我给大家看 再看一下这几个单边事故 啊 这些车我们都不说了 这些车辆 包括这里 还有两个环卫的车辆 啊 条件有限 因为这个地方 看起来 只要车能够跑啊 他们几乎都 不怎么去注重保养维修 特别是一些布区上 因为条件 确实有限 没办法去 找地方修车 买配件 嗯 我看这一辆 这辆吉普的话 有没有修理的夹子啊 哎呀 我的大哥 这辆吉普也是右侧 门把手一过都不见了 右侧全部 包括顶子 哦 天仓 他说全景天仓 全部烂了 这 哇 这辆车真的 这个损失还是有点下了呀 哇 看后挡玻璃也 也碎了 也是 哇 哇 这个 应该是在地上擦了的吗 那擦 直接把这个 车面 整个车面已经擦 擦了完了 前段玻璃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前面 嗯 是怎么翻到这个车 搞成这个样子 哦 玻璃几乎都睡完了哈 这款车一款玻璃都没好的吗 还有一款 右中门玻璃是好的 还有左边的那个三角玻璃是好的 其他玻璃全部睡完了 包括全景天仓 这辆车的价值也不大了 行下来 哇 这边也是一样的 前轮钢圈 包括底盘上可能都还有一些损失 哇 这个后轮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铝合金钢圈全部裂了的 这个就剩个几个爪爪 钢圈上面 轮胎就不用说了他 然后这个车损失就有点大了 这个皮卡 江淮帅0 T6吗 对帅0T6 啊这个车可能也要走报废程序啊 然后这个车的话损失有点大 哇塞 什么吓人 啊 这个车好像 三个人 不见了啊 这台车 出事的时候 啊太吓人了 这个也是个单边事故哈 单边事故拖回来 之后好像 嗯 就处理跟他去了 就相当于收来 呃 拆这个做拆拆件 修下来的架子也不大了 除非 踩个轿子 换了 那这台车就不用说了哈 这台车只能报废了 这是这是一款老车 还是个四万发动机 也是个江淮皮卡 这个车就更不用说了 这这车可能也有人上啊 比较吓人 单边事故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高原山的话很容易疲劳驾驶 因为高原山的路 其实视线非常良好 像这些路上 嗯很多时候转弯的时候不经意之间 就有可能 滑下去 它没有悬崖 如果说走318的悬崖的话 除非是 出现极端情况 一般情况下的话 大家都会机动机内开车 在高原山的话很多时候 在机动机内也会 出现一些 稍微走绳速度快了一点 就容易出现这种 单边事故的 这种也是单边事故 看一下这是很小的一部分 当然前两天拖走那个 这个汉南达也是一个单边事故 开到沟里面去了 这台车可能架子也不大了 奔腾比武林 一起奔腾 气浪全部砸了 而且那上面 副架好像还有雪季 应该是人受伤了 主架也有啊 看到没有 意义不大了 只能够周围拆的件使用 这台就更不用说了 没啥意义了 唉 这种单边事故 看起来真的非常吓人的 大部分是属于疲劳驾驶 跟驾驶员 可能接电话或者走神 这个地方距离县城有一公里 因为环保原因 把这些搬到县城外面来 然后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商分站 下面有一个湖坡 非常漂亮 有抽空的时候去看看吧 谢谢大家 再接着 谢谢大家